女人如花 金银花 人们常常用花来形容女人脚好的容颜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 将女人比作花的例子屡见不鲜 如唐代著名诗人李白就有诗句 云响衣裳 花响容 春风扶兰 露华浓 来形容杨贵妃的美丽 而在现代 则有一代歌后梅艳芳的经典歌曲《女人花》 来歌唱孤芳自赏的如花女人 女人花摇曳在红尘中 女人花随风轻轻摆动 只盼望有一双温柔手 更有以花形容女人的成语 层出不穷 出水芙蓉 绘质蓝芯 花容月貌 红杏出墙 呃 红杏出墙 但是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一朵 奇花 传说在很久以前 有一对孪生姐妹金花与银花 长得是玲珑标志 貌若天仙 小姐俩的感情也是好得不得了 到了十八岁 姐妹俩都已是到了试婚的年龄 但这姐俩感情好的宁愿当个大龄圣女 也不愿各自嫁人分开 更发誓生怨同闯 死怨同葬 连她俩的爹妈也拿她们没办法 谁知 造化弄人 老天爷偏偏不成全这对彼此相爱的姐妹花 姐姐金花突然得了不治之病 热毒症 这病来势汹汹 不几日金花便浑身发热起红斑 卧床不起了 妹妹银花不愿毒火 不几日也便卧床不起了 可怜一对双生姐妹花就此香香芸芸 临死前姐妹俩留下遗愿 死后要变做专制热毒症的药草 让世人不再受这病的折磨 其后人们惊奇地发现 他俩合葬的坟头寸草不生 果然在三年后长出了一株绿叶小藤 夏天开花时鲜白后黄 黄白相见 煞是好看 人们大惊之下都觉得这花便是小姐俩的化身 想起姐妹俩临死前的花 人们便采花入药 来治疗热毒症 没想到果然有奇效 于是人们便以这两姐妹的名字 为这花命名为金银花 金银花就此开始 在各种中药药方中发光发热 由于金银花性寒 具有清热解毒 疏散风热 抗炎的功效 人们平时有个头昏头晕 口干做渴 多汗烦闷的 都以金银花入药 大姑娘小伙子长个雍居丁疮难以启齿的 也可以以金银花入药 清热活血解毒化瘀 若是偶得腮腺炎 肺炎 急性乳腺炎 金银花也可以帮助减轻民的烦恼 如此看来 金银花还真是花中的一朵奇葩 以后有了女朋友 一定把它比作勇敢无私的金银花 但愿她不要说 是啊 我就是一朵鲜花 插在了你这坨牛粪上